每一次采访特别累 想放弃的时候 我总感觉我妈是在背后一直在拖着我 一直推着我往前走 可能我这么说大家会觉得很假 但实际上真的是有这样一种力量 如果没有老妈一直在背后这样支持着我 我可能早就放弃 你报道这些事情 我觉得你是一个思维特别特别缜密的一个人 平时跟那个父母的沟通情感交流不是很多是吗 确实不多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很暖男的人 因为你看你为什么每年都会给妈妈准备很多的礼物 在一些节日或者怎样的时候 那都是长大了就是懂事了 觉得父母都不太容易 然后平时又陪伴父母的时间比较少 只有在这个所谓的节日 还有父母的生日的时候才能准备一些礼物 尤其是给妈妈每年就是她过生日或者是母亲节都会给她买一个新饰品 对对 我带的这个都是 都是你儿子送的 嗯 儿子送的 嗯 可高兴的 可高兴的 儿子还大了 直到母亲的心情 这是第一件礼物 嗯 第一件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孝顺的 生活中的陈昊性格内向 心思细腻 工作之后 每年母亲的生日 她都会送给妈妈一个特别的礼物 妈妈说孩子孝顺 可对于陈昊 这是她心底的溯源 这个说起来也是有原因的 嗯 就是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 就是还没有上大学 就是刚刚参加完高考 然后我父母都是下岗了当时 嗯 然后本身家庭这个条件就很一般 然后再加上我考上大学还有一笔费用 同时发生的事就是 我爷爷去世了 也需要一些这个费用来这个进行商账 嗯 所以说我这个学费就不够了 正好在进入大学这个节点上 对 就刚刚拿到这个入学通知书 然后当时 嗯 我妈妈就是 嗯 那把我这两个首饰给卖了 然后 给你筹下学费了 当时她也跟你说了 对 是带着我去的 当时 嗯 然后 我跟我妈妈去的时候 这两个戒指 总共也没卖了多少钱 因为这可能折旧我 一些事情的 什么心情呢 我一定要还是上上学 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 嗯 所以我必须让她 我就是倾家担产 我哪怕我卖房子 我让她上上这个大学 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是很开心的 就是我有这个学费了 嗯 但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一个戒指会对一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而且这个戒指是这个我奶奶传给我妈的 你指的是那个筋的 对对 那个筋溜的 嗯 然后也带了十多年了 我现在来讲那肯定是舍不得的 除非是到了万难才会把这个东西去变卖 是奶奶给妈妈的 而且是一直带过来的 对 就像你说女人对 有的时候对一种首饰它是有一种情节带来的 对对 面对生活的窘迫 妈妈卖掉祖川的金戒指为儿子抽学费 这件事在陈浩心里始终难以释怀 走上工作岗位赚了工资 陈浩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赎回当年妈妈的戒指 可事情已经过去六年了 陈浩的愿望能实现吗 就长大之后啊 就是觉得一直亏欠着母亲一些什么 就是我也曾经想过 我上班了 赚钱之后能不能把这个戒指赎回来 就是有一年 就是我毕业上班之后啊 有一年妈妈过生日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事 那我就重新回到了当年 我妈去这个卖戒指那个初宝楼 我又找到了这个地方 我看看我试图能不能找回这个东西 或者怎样 但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还是那个楼 但是里面已经完全有了变化 那已经过去了 能有四五年了吧 起码 六年 对 因为我不是刚毕业了 我基本上很希望太渺茫了 找到原来的那个戒指 但是我还是想买一个跟那个当初差不多的 或者 对 我想找一个能不能买的一模一样 给我妈送过去 但是现在这个戒指 就五花板门 就是全是有这种手工雕刻的 想找原来那种金溜子 根本找不到了 然后我一看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就给我妈挑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但是就不能太大太垮 就稍微有一点图案的 按照这个标准 我给我妈当天买了一个戒指 那是你第一次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心里是想要弥补一些 弥补一些自己的 怎么说呢 就当时我想了很多 但是当回到家里 去给我妈送那个戒指的时候 我没有说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事 我只很简单说 妈你过程上给你买个戒指 就是你现在早上带来的 对 就是这一个 其实他肯定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他就是也是 他买了以后吧 他就到我家来 说妈今天过生日了 儿子给你送个礼物 我说送什么礼物 他说妈你太喜欢吗 又说太喜欢了 以前就是生活不算太好 把他派没给我买过 他这个现在自己能挣钱了 而且我最喜欢的东西 也是这剧视频 他就偷偷地就给我买来 给我送来 当时我妈很开心 她也没有去想到 你会是想到六年前的那种 愧疚的那种很纠结的心情 那我就不知道了 是这样的 然后从那以后 就是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我都会还是到这个珠宝楼 去给母亲挑一个金饰品 因为我觉得即使我买了十样二十样 也弥补不了当初的这个愧疑 可能在我心里这个事永远也解不开 与比风犀利的记者陈昊不同 节目中的陈昊 话语平实 真切 言辞之中 尽是对妈妈的愧疚 而接下来 妈妈做了一道小菜 更是让陈昊 对自己年少时的不懂事 深深自作